正式是大漢奸來的 黎智英 他被案件審到 排了期了 最近屯門的民主黨區議員 盧俊爾在11月21號 晚上的面書貼文 我稱自己於元朗被警方拘捕及恐嚇 事後經警方調查 正式為虛假事件 涉及浪費警力罪被捕 但《蘋果日報》 宣傳報導假消息 仍未公開道歉 我們要求《蘋果日報》 就真的要出來道歉 是假事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全香港市民都知道的